那么我们来举一个贝S公式应用的小例子 我们讲了什么时候用贝S公式呢 就是说我们想要交换这个条件的条件 对吧 比方说我们想把A在B条件下的概率 转化成求B在A条件下的概率 那什么时候可能会遇上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说A和B它两个事件呢 或许叫做这个有先有后 是吧 但是我们是从结果去推过程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不是很好算 对吧 我们就可以通过贝S公式给它转化成 还是由过程推结果这个概率 然后继续往下计算 我们来具体说一下 比方说两个骰子 两个骰子 两个骰子 一个正常 是吧 也就是说是1到6 然后并且每一个面的这个概率都是六分之一 然后一个六面全六 一个六面全六 是吧 一个六面全六 那么这个时候假设说若质出六 若质出六 我闭着眼睛质的 是吧 我一盒子里面有这么两个骰子 我随便拿出来一个骰子 然后随便扔了一下 哎 我这个时候再一睁眼 我发现我质出了六 那么我想问问大家 这个我是质的哪个骰子呢 是吧 这就是个问题 那全 如果说我质出全六骰子的概率是多少呢 全六骰子的概率 大家同不同意 这个东西就是从结果再推过程了 是吧 我们知道最终的结果是六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条件 我们想求的是我们一开始这个过程 我们选到了这个骰子 那么这个东西怎么来进行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根据我们的贝斯公式的话 比方说我们最终他不是 这个我们想研究是制出全六骰子 对吧 那么我们想研究是制了全六骰子 那么解 我们把定义这么两个事件 叫做A事件 是吧 比方说叫A1事件吧 A1事件等于什么呢 正常骰子 可以吧 A1骰子 A1叫做正常骰子 那么A2事件 同时也是A1这个事件的补及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的另外一种情况 不是正到这个正常骰子 那叫制到了全六骰子 对吧 所以他是制到了全六骰子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同不同意 我们这里 这里就是能够符合 我们贝耶斯公式的呢 我们贝耶斯公式当中 不是就说的是两个集合 它们分别互斥 当然贝耶斯公式当中 说的是多个了 不过这里两个也无所谓 对吧 两个集合互斥 然后并且 它们并起来形成了Omega 那是不是也就是说 Omega可以拆分为A1跟A2 对吧 我要不然就正的 制到这个骰子 要不然就制到这个骰子 对吧 然后同时呢 我们另外还有研究一个事件 就是说制出了六 所以B呢 叫做制出六 制出六 所以这里我们想要求的实际上是谁 叫做欲求 欲求谁呢 我们已知制出了B 已知B实现了 对吧 我们想看一看 我是A2的概率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欲求的不就应该是A2 在B条件下的概率吗 是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求的 那么这个东西怎么来算 就用贝耶斯公式吗 是直接不好算的话 P A2在B条件下的概率 等于谁呢 等于我们那么一串柿子 对吧 这个大家 我觉得其实也不用死尽硬贝 你就可以按照我们证明的步骤来想 就本身 我们P A2在B条件下的概率 那就是应该等于P A2交B 然后且是这个分母上是PB 对吧 分母上是PB 所以你怎么来算PB啊 你算PB 由于PB最终是一个结果 你不还得分两次来算吗 就是说第一次制出了谁 然后第二次 不不是 就是如果说是制出了他 那概率是多少 加上如果制出了他 概率是多少 对不对 你还是得分成两部分 所以如果说 即使说是我们不用死记贝耶斯公式的话 而是直接就通过 我们这个叫做什么 直接通过我们 这个 条件概率定义来写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对吧 所以这里的话 比方说我们看看分子是谁 分子上是说 既制出了 既是制了这个正常骰子 然后又是已知制出了六 那概率不就是六分之一吗 当然具体 具体来说 不对 二分之一乘以六分之一 对吧 二分之一 对 二分之一乘以六分之一 就是说 首先我得是能够制出我这个正常骰子 所以应该是二分之一 然后在已经制出了正常骰子的前期之下 然后我制出了六 那么这个概率就是六分之一 对吧 所以这二分之一 然后再乘以六分之一 这样 然后分母上呢 分母上就是说 我最终制出了六 那我怎么制出了六 我可以是像分子上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 我制出了正常骰子 然后制出了六 然后或者说是我制了全六骰子 制出了六 对吧 所以说 如果我制了正常骰子的话 就是二分之一乘以六分之一 如果我直接制了全六骰子的话 那就是加上六分之一 二分之一乘以一嘛 对吧 二分之一乘以一 对吧 二分之一乘以一 因为全六骰子的话 一定制出六 所以这个东西最终算一算的话 应该得多少啊 这个是二分之二分之一消了吧 是吧 就是六分之七分之六分之一 稍等我看一眼 六分之 A2 不好意思 这个是A2交B是吧 A2交B 那A2也就是说是我二分之一选到A2 二分之一选到全六骰子 然后并且我制出了六 那么就一定制出六 对吧 所以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 分子上二分之一乘以一 分母上市 要不然我制出正常骰子 然后制出六 要不然就是说 我制出了全六骰子 然后一定制出六 所以这个东西最终算成应该得七分之六 也就是说 A2在B条件的概率 如果说我最终从结果来看的话 我制出了六的话 那么我一开始选到了A2 选到了全六骰子 这个概率那就非常大 是七分之六 这意思 谢谢大家